来看一下比较常见的这个 这个 Place这个线上简报 那么你点这边是让他官方网站 点下面会有一些教学 有些教学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到底 为什么 要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你可以来看一下他的官方网站下线 就是应用 我们来看看简报 简报一定要是一张一张的吗 不一定对不对 一张一张只是一种方法 那这个呢等一下会进去 那我看 OK进来了 这个如果说老师您用或者同学您用的是EDU的帐号的话 一个帐号有500Mb 就是线账的 线账储存的 所以还蛮方便的那当然如果您不是用EDU的 教育单位的那就是100Mb 100Mb的空间 好 大家在下载中 那我看我们这边呢 这里也有一个 你看他把它放到这边来 这个你也可以打中文 也可以打中文的 这边已经有了你看 简报也可以这样吗 有没有发现 你可以播影片 我也可以 有没有 简报谁说一定要一张一张的 这个就有点像新制服的感觉 因为它是把所有 你在简报要提到的东西都怎么样 都安排进去 只是我们在做 转进转到的动作 去跳到你指定的路径 你知道就是所谓的路径就是你 要 展示的顺序 蛮特别的 你也可以做超廉解 做立刻 你看连进去 我们再连进去 看看 那你了解吗 这样也是另外一种 简报的一个呈现方法 那这里的呢也是一样 有没有 还可以转个弯 不一样 不一样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简报一定要像微软 这样一张一张的 我一整张来这边跳来跳去的也是OK 所以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一个简报方法 事实上因为它有点类似新制 也是一样 因为真的你去看的时候 我们是 Full Screening看一下 我们事实上就是把什么 把它整页 这里有一个 下一个 你有没有看到它整页了吧 对不对 就是把这个东西弄好而已 所以你只要告诉它一些那个 设定好就OK了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也像 那么 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 所谓的 亲自主软软体 那么 一般来说 如果说你想要看看 像亲自主 它有一些范例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那个手绘的 手绘的如果你想要去看一下 这上手绘的也很厉害 要很会画才行 才能够漂亮 如果你不漂亮 大概就不想放到上面来 它有一个叫Mindman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特别喜欢画 有没有 你可以像这样的 去找 那这上面只是其中一个 你可以从这边Gallery里面 你去看你要哪一种类别的 有没有 哪一种跟我们比较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它就展示这个类别的 一堆 都好绘画 有没有 事实上新制度 这个很复杂 要画到这样还真的不简单 所以 类似像这样 您可以从这边去看 那么 我们如果说 你在做的时候 你不想要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像这样的 就是 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你看 我们在新制度里面 可以加上所谓的注解 比如说 我在这里有做一个注解 那我把这个注解把它打开 您看一下 好现在在下面 我点到它 有没有看到那个网站大概的样子 对不对 这样我也可以可以看 那我可以先把它收起来 等到 我这个 好这个我先放到这边 然后点到这里 我就打开 那你是不是就看到了 对不对 我不见得一定这个图 因为这个图比较大张 我不见得要在我的什么 在我的那个 上面直接显示出来 我可以用附件 附件也好 或者是 备注的方式就直接显示在这里 下面 那这样看也是很方便 有没有 所以这也是 一种呈现的方式 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当然数位的就更多了 好数位的 数位的不只是 像各位像这个里面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范例 这里面 有没有 像这样 可以 像一般像下面这个我们就称作鱼谷 鱼谷 鱼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架构方法 如果是觉得鱼谷比较不适合太多东西 太多东西之后它就会有点乱 就比较乱念 一般比较 新制度的 是像在由中间 往外扩张的那一种 中心一个点 然后往外扩张 那这样一直出完 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它可以像这样子 也可以像这样做表格式的 有没有 表格式的也可以 好 这个我们就把它收起来 我们再看看 你看 面试的 有些时候可能主管要做面试的时候 他可能要问你 哪些问题 是我们在投措 这个等于是工作的需要 面试是一个主题 那你可能就去想 为什么要这个 为什么要用我 目标是什么 是在延伸出去 一样的概念 一样的概念 所以 你了解这样子 你会发现说 其实 我们在用就还蛮容易的 你看到 你有没有发现我点下去 我是 打开另外一个新制度 所以他除了连到外面去的功能 还有什么功能 反正连结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的过程里面 收集资料过程 我会收集到很多 不见的是只有文字式的资料 也有什么 图像式的 或者你的新制度这样 别人做好的 比如说如果你在做所谓的脑力记账 专案管理 那个所谓的那个专题 同学讲一个他讲一个 最后可以整合起来 最后是可以整合起来的 所以你透过这个方式 你会发现说 这样子 我们在看得到 你看像这个 学生的 点进去 新制度 可以做哪些东西 可以像这样去做规划也可以 另外这个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网站 这个是线上 这个是线上 有没有 这个也很多 不过这个线上有点类似我们刚 那个 简报的 因为你一样可以变这样 有没有发现 对不对 像这些都是一个方法 其实你用什么样的软体都要只是工具 他的目的只有方便你 可以很快的去 把你的思路 理清楚 好吧 理清楚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您看到这么多 这个 应用发现之后 有没有发现 其实新制度还蛮好玩的 因为他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看 如果说 各位想要开始的话 该怎么开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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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